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我妈说,她生我的时候妊娠高血压,差点死了,可她冒着会死的风险,答应为我爸生二胎。 我妈说,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像我爸对她那么好。 她用的第一包卫生巾就是爸爸给她买的,从前她用的都是棉布国草木灰。 所以再给她生个孩子就当是暴打。 我爸想要儿子,决定听二胎后他俩的房间里总能传出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经常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是妈妈在叫,好像很痛苦。 我抱着手臂赤脚去看妈妈,我拧开门把手,黑暗中,我好像看到妈妈在吃爸爸的肠子。 我不确定,但我大为震撼,吓得我往后一躲。 我爸立刻吼我,死丫头滚出去。 我吓得不轻,赶紧把门关上。 隔着一道门,我听到妈妈在笑,讨厌,都让孩子听见了。 我出了一身冷汗,猛猛正正回到自己房间,裹紧了被子捂紧了耳朵,可那声音就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不厌其烦地嗡嗡嗡。 大约半年后,那声音终于少了,因为妈妈怀孕了。 妈妈怀孕后,家里的活就全落到我身上。 每天放学回家,我要围着跟我一样高的灶台生火做饭,再蹲在地上洗全家人的衣服。 赶上我爸喝醉酒回家,他会把他囚禁有力的手掐住我脖子。 刘月牙,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骚了。 你班上那些男同学,一个个流里流气不三不四,你给老子离他们远点。 再让我看见你跟他们走得近,老子扒了你的皮。 其实只是放学路上,有同学问我题,被我爸看见了,他自己心里脏,看我也脏。 我被他掐得像颗快要爆炸的番茄,我妈却无动于衷地给我爸加菜。 喝酒伤胃,多吃点菜甜甜肚子。 看到他们两个温馨甜蜜的画面,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外人。 我真是他们亲生的孩子吗? 还是说,有了二孩,我就不重要了。 晚上,我写完作业仍觉得胸口闷,委屈地睡不着觉。 忽然,我又听到那骇人的叫声。 我躲进被子里捂着耳朵,但还是能听到微弱声音。 怎么会出血? 去医院吧? 去什么医院? 你才六个月,孩子还没长全呢,怎么生啊? 可是出了好多血啊,我妈的声音在颤抖。 我嗖地把脑袋探出来,仔细听着。 我爸吼道,倒霉催的。 不是说六个月没事的吗? 爱算了算了,为了儿子去医院吧。 那时候还可以在医院检查,孕妇怀的是男是女。 所以我爸提早就知道,我妈这一胎是男孩。 我爸踹开我的房门,把我滴溜起来,睡睡睡,睡死你算球。 快点陪你妈去医院。 那一晚,我妈被推进手术室。 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手术是三个字,异常恐怖。 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害怕地扣手,泪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爸四处打电话借钱。 娟儿正在生孩子,医院说孩子早产,娟儿又是那个什么高血压加大出血,需要很多钱。 我也不想借钱,帮帮忙嘛,这回我肯定不拿去赌了。 人命关天,这点道理我还能不知道。 我爸打了很多电话,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 一回头看见我正怯生生地看着他,他一脚把我踹到地上,你就是个丧门星。 就是有你这么个倒霉姐姐,你弟弟才早产。 你弟弟要是没了,我掐死你,给他偿命。 我鼻子磕破了一斤钱全是血,但我不敢喊疼。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时的我爸把他所有的无能和愤怒都发泄在弱小的我身上。 伤害我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可他不懂,随着年月增长,我慢慢长大,报应会藏在时光里。 在他们猝不及防的时候,当凶一刀,弟弟是早产儿,只有三斤多。 他虚弱至极,需要住院由专人看护。 这需要一大笔钱,可我妈一天一夜都没找到我爸。 等我爸醉熏熏回家时,我妈赶紧问他钱哪儿去了。 我爸眼眶通红,身形不稳,拿去赌了,怎样? 我妈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是儿子的救命钱。 儿子好好住在医院的你哭什么哭? 就我每个月挣的那些死工资,根本不够养活你们娘三个。 我想给你们更好的生活,给你买套雪花糕,买条花裙子, 我只能干点歪门邪道。 我妈哭声戛然而止,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我爸。 你说,你要给我买雪花糕,花裙子。 娟儿,别人不懂我,难道连你也不懂我吗? 我是因为爱你,才去赌的呀。 我妈捂着心窝子,感动得一塌糊涂。 而我站在一旁,觉得这一切好不可思议。 后来,我爸还真赌赢了,他补齐了住院费,又给我妈买了雪花糕, 只是他没有买花裙子,而是买了一包卫生巾。 娟儿,你记得这个牌子不? 你第一次用卫生巾就是我给你买的,就是这个牌子。 今天我又给你买了一包,开心不? 开心? 看着我妈腊黄的脸,硬生生挤出晦涩的笑容。 我心想,这就是爱吗? 还是说,他早已习惯了自欺欺人。 当晚,我又听到隔壁传来怪音, 可我平躺在床上,没有捂住耳朵,而是平静地听着。 哪怕我妈在坐月子,我爸还是忍不住爬上去, 这在我妈看来就是爱她,她怎么不找别人谢欲呢? 她就找我谢欲,可见她是爱我的。 我看着窗外清冷的月色,欺然一笑。 弟弟终于被接回家,而我也开始洗弟弟的尿戒子。 池子里的水橘黄橘黄的,我却不得不把手伸进去搓洗。 我爸不让我用流动的水洗,说那样浪费水。 我妈说,至于那么恶心吗? 小孩的屎不臭。 我看着手背上粘的屎,只想吐。 有时我也想拒绝,躲在屋里不出来。 我爸把我薅出来,拿起扫帚问我,洗不洗? 我不吭声。 不洗打死你,他把我后背抽出血道子。 我看着自己脏兮兮的手,没有去抹脸上的泪和汗,默默回去洗戒子。 有一次我直接被恶心吐了,求我爸别让我洗了。 你不洗,你弟明天穿什么? 爸爸你不能洗一次吗? 哪怕一次? 我是弟弟的姐姐。 难道你不是他的爸爸吗? 他看了我一眼。 好。 他走进我房间,把我的作业本和课本撕了个粉碎。 我当时人直接带住了。 我爸知道我平时喜欢学习,与其说我喜欢学习,不如说我是逃避进课本里。 我不喜欢跟他们交流,跟他们说不上三句话。 学习是我唯一的乐趣,被老师表扬是我唯一获得认可的途径。 而我爸撕碎了我的作业和课本,导致老师第一次当众批评了我。 全班同学各种眼神像剑一样,射在我身上,我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不再是班里从没被批评过的三好学生。 他们说,刘月牙居然为了逃避写作业,把作业撕了,平时表现那么好,看来是装的。 从那以后,我在家里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 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与此同时,我也深刻地明白,想要逃离他们,我只有住校一个选择。 唯一给学生提供住校机会的,只有是重点初中。 班主任曾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月牙,你想尽是重点初中,是很有希望的。 你要努力别放弃。 我咬着牙点点头。 班主任的话让我心情难得好了几天,可有一天,我放学回家。 却看到大门锁被砸了,弟弟尖锐的哭声让人心慌。 我跑进去一看,家里被砸得稀巴烂。 我妈抱着弟弟窝在墙角哭,我爸被揍得鼻青脸肿,蹲在地上抽烟。 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爸抬眼看向我,那眼神像条冷血的毒蛇,仿佛下一秒就要咬死我。 我被他的眼神吓得退后两步,不自觉吞了吞口水。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把屋子收拾干净。 我忙把书包放下,挽起校服宽大的袖子,开始干活。 我爸爸把烟屁股一扔出门了,我赶紧把我妈和弟弟扶起来。 我问我妈,妈,发生什么了? 我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爸赌钱赌输了。 还不起,债主跑到家里把东西都搬走了底债。 他们还要抢你弟弟拿去卖,吓死我了,我苦苦哀求他们才没有动你弟弟。 我就是拼了命也不会让他们动我亲生的孩子呀。 妈妈气不成声,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家要被爸爸做垮了。 我强忍着对我爸的愤怒和失望,做好了晚饭让我妈吃了。 那天晚上,我盯着桌上半包烈纸香烟,鬼使神差地抽了几口,呛出眼泪。 白痴灯下,烟丝缭绕,我伸手去抓,却握不住。 很快,中考就要来了。 我每晚挑灯夜读,而隔壁,我妈痛苦的呻吟声总会传来。 虽然我已经学会了适应和接受,可偶尔还是会被那种声音打扰了解题思路。 我烦躁地把笔夹扎进手背,血流出来后会在皮肤表面留下一点青黑色, 可这种尖锐的痛感让我感到舒畅。 我陷进椅子里,呵呵冷笑,靠着幻想未来自由的生活,屏蔽羞耻的声音。 就在中考前一晚,我早早入睡准备养足精神,参加明天的考试。 可我爸却喝得酒气熏天,半夜哐哐砸门。 我不出所料地被她吵醒,慢慢睁开死寂的双眼,被子下面的手蜷缩成全。 我妈出去开门,低声道,小点声,你怎么才回来? 我爸粗声粗气道,我没带钥匙,我不拍门,怎么回家? 再说了,我今天可是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全家都得出来迎接我。 什么好消息啊?还买了花?咱家这一片要拆迁了。 啥?拆迁? 真的假的,我妈难掩激动的声音,也跟着大声起来。 娟儿,你老公就是这么有本事,打听的消息绝对靠谱。 娟儿,你看我特意给你买的鲜花,喜欢不? 喜欢。 几分钟后,隔壁再次传来我妈的叫声。 我彻底睡意全无,爬起来点燃一根香烟,坐在窗台前抽着。 第二天,我坐在考场里,脑子都是猛的,时不时出现羞耻的幻听, 又时不时看到试卷上出现一根肠子。 浑浑噩噩噩走出考场后,我没忍住哭了。 中考过后,我生了一场病,但他们都让我滚远点,别过了病气给弟弟。 说到弟弟,他已经五岁多了,却是个瘫痪。 他双腿无力不能行走,整日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我妈伺候。 我爸说,只要弟弟那玩意能用就行,大不了找个哑巴或者瞎子,能传宗接代就行。 我妈长嘘短叹,说都是因为当初早产害了弟弟,所以他更加宠着瘫痪的弟弟,弟弟要什么,他就给什么。 弟弟小小年纪就九十多斤,我心里觉得这样不好,可不敢说,说了也没人会听。 中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妈身体不舒服,让我给弟弟喂饭。 喂完了饭,我爸又让我给他买烟。 好不容易买完了回家,天下起大雨,家里只有一把伞,我爸撑起伞出门,说有重要的事去办,就不在家吃饭了。 我妈笑着说,你办正是要紧,不用管我们。 随后,我妈又让我准备午饭,我心急如焚,求他,妈,你让我去学校看一眼成绩,看完了,我立刻回家做饭,我很快的,可以吗? 我妈看了看躺着的弟弟,儿啊,让你姐晚点做饭行不? 我弟晃悠着他的大肥脸,不行,我饿。 我妈转头看着我,月牙呀,先做饭吧,你弟弟他身体弱,不抗饿呀。 我心如死灰,通体生寒,一颗心像被人掰开了似的疼。 好,我做。 做完了午饭,伺候完了太子吃饭,我终于被允许出门。 甚至顾不上打伞,我冲进雨里跑到学校。 被大雨淋湿的成绩单贴在校门口,我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五名。 全校第五名,稳稳地可以尽是重点初中了。 我喜极而泣,在滂沱大雨中紧紧抱住自己。 这个结果虽然也很满意,但不至于惊喜。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么努力。 如果不是被爸妈影响,我第一天考试会发挥得更好, 也许有可能进入全校前三。 前三名是有奖励金的,最差有五百元。 五百元在当时可以抵得上我初中一年的学费。 可惜,我与他失之交臂。 回头郑重地看了一眼我的成绩。 我冒于跑回家,还是希望与妈妈分享这个消息的。 然而,我爸站在家门口,焦急地等待着我。 一看我回来,他立刻笑得像朵花似的。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笑脸, 让我感到恐惧。 我试探着开口, 爸,我考了。 快进来, 你李叔和哥哥都在等你呢。 他根本没听我在说什么, 拽着我的手臂飞速回家。 一进门, 我看到两张不算熟悉的脸, 村长和村长的儿子。 他们不怀好意的眼神赤裸裸打亮着我。 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像虫子爬遍全身, 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爸点头哈腰地跟李村长说, 怎么样? 我闺女长得不错吧? 李村长和他儿子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眼神。 我心里咯噔一声, 颤抖着问, 爸,你要干什么? 我爸斜眼瞪我, 这些年我供你读书花了不少钱, 你也是时候回报给我了。 今天你就跟村长走吧, 给村长儿子生个孩子。 我们说好了, 等到了法定年龄就领证, 先把孩子生了再说。 一阵恶寒让我打了个冷战, 我求助地看着我妈。 我妈抱着弟弟冲我笑, 去吧。 月牙, 女孩子学得再好, 不如嫁得好。 你能嫁给村长的儿子, 这是你的福气啊? 我难以置信。 当初那个口口声声说, 拼了命也不会让别人 动自己亲生孩子的妈妈哪儿去了。 哦, 她一直都在, 只是她保护的对象里, 没有我这个女儿罢了。 我两眼一黑, 直愣愣地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 我的手脚被捆在床上, 身下垫了一张白布。 村长的儿子李有为坐在我身边, 他穿着一身可笑的新郎观红喜服。 你醒了, 他说话有些大舌头, 你要干嘛? 放开我。 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知道吗? 违法? 李有为狡诈一笑。 我爸就是这村里的法, 他让谁家先拆迁, 谁家就先拆迁, 他不让谁家拆迁, 谁家就不能拆迁。 月牙, 你长得好看, 我喜欢你很久了。 村里很多人家都想把闺女嫁给我, 可是我只喜欢你, 难道你不觉得荣幸吗? 荣幸? 我简直被气到不知先从哪句脏话开始骂起。 李有为起身打开大肚子电视, 又插入一个光盘。 电视画面忽然变得淫秽恶心起来, 村里总有人摆地摊卖这种光盘, 我没想到李有为竟然给我看这个。 我爸说了, 让我跟着电视学, 保证让你爽到离不开我。 李有为, 你有病吧你? 他不再理我, 将我的领子扯开。 我倒吸一口凉气, 整个人都是颤抖的。 我想我完了, 我将陷在这泥泞的沼泽里一辈子出不去了。 我已经考上了心心念念的重点初衷, 可我连那初衷的大门都没见过, 就要给别人生孩子了。 我所向往的生活已经近在咫尺, 却被我爸、我妈一把揪走, 拖进了地狱。 我眼睛一闭, 滚烫的眼泪鼓鼓流出。 李有为解开我身上的绳子, 脱掉了我的裤子。 我雪白的双腿就在眼前, 他不由地看愣了。 我看着他一动不动, 忽然生出一种不要命的勇气。 我滋挖乱叫着, 还故意尿在床上。 李有为嫌弃极了, 刘月牙。 你干嘛? 我豁出去了, 跟他们这样脸都不要的人, 我只能拼了。 我形同疯子一般, 发出尖锐的怪声, 身体静暖, 还翻白眼流口水。 李有为提上裤子跑了出去, 爸, 刘月牙疯了, 我不要他。 而我趁机翻窗而逃, 村长家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所以不敢找人帮忙抓我。 我藏在野荷堂里, 密密麻麻的荷花和荷叶 将我藏得严严实实。 我在一片硕大的荷叶下听他们说, 死丫头跑得再远总要回家, 咱们就去老刘家蹲她, 不信抓不着她。 对, 咱们走。 说完, 脚步声渐渐远了, 我仍旧不敢露头。 约莫又过了几分钟, 村长骂了句, 草。 看来真不在这, 咱们去别处找找。 这回他们真走了。 我捂着狂跳的心脏探出头, 四周安静地只能听见风吹荷叶的声音。 我不敢多停, 跑出了村子。 我上了一辆大巴车, 司机看我浑身湿漉漉, 往下滴水嫌弃的皱眉, 但到底是让我上车了。 我能感觉到乘客落在我身上嫌弃又审视的目光。 我也知道自己脏, 索性一路站着, 站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市里客运站。 按照小时候稀疏的记忆, 我一路问一路找, 找错了三家, 在天色灰蒙蒙的时候, 敲响了住在市里大伯家的门。 给我开门的是奶奶, 她满脸褶皱, 牙齿也掉光了, 瘪着个嘴。 看见我, 她推了推老花镜, 浑浊的眼睛忽然一亮。 你, 你是月牙? 是我大孙女月牙吗? 我紧绷得神经疏地松了。 奶奶, 我是月牙。 奶奶呆愣了一瞬, 立刻将我迎进来。 月牙,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全身湿透了呀? 船熊你快出来。 大伯从厨房出来, 两手在围裙上抹了抹, 小月牙。 你怎么来了? 你爸你妈呢? 他警戒地往我身后看, 我一个人来的, 我是逃出来的。 大伯一听, 我爸我妈没来, 脸色缓和了些。 但一听, 我是逃出来的, 脸色瞬间又紧绷起来, 怎么回事? 他们打你了? 你跟大伯说, 别害怕。 我, 我一开口就哽咽了。 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 奶奶心疼地把我按在怀里。 大伯一家对我关怀备致, 大娘让我洗了个热水澡, 又找到姐姐的干净睡衣, 让我换上。 我和姐姐坐在沙发上啃西瓜时, 大娘就在屋里给我铺床。 我和奶奶大伯说了下我的遭遇, 大伯拳头都紧了。 畜生, 我们老刘家基因突变了, 生出这么个雄玩意。 奶奶难过地叹了口气, 眼眶如湿, 都是我不好, 从小惯着她, 把她惯成这副样子, 竟然对亲闺女 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 姐姐同情地看着我, 她不会安慰我, 也不敢说长辈坏话, 拿起一块小饼干分给我。 月牙, 这是我最爱吃的小饼干, 给你。 我在村里见过这种小饼干, 贵得离谱, 捏在手里真而重之, 没有吃。 谢谢姐姐。 大伯一家愿意收留我, 可我不能心安理得地白吃白住。 趁着假期, 我白天出去打两份工。 晚上回大伯家主动做家务, 姐姐是事重点初中的学生, 她今年初三马上要中考, 大伯全家都非常重视这件事。 就在姐姐中考那一天, 我在校门口见到了我爸。 那天, 大伯开着他那辆二手红旗, 将姐姐送到考场。 姐姐穿着崭新的白衬衫, 将腰板挺得直直的。 大伯和大娘都在说宽慰他的话, 我站在不远处微笑看着他们一家相亲相爱的画面。 就在这时, 我爸拎着一个铁筒跑出来, 对着我姐和大伯兜头浇下一桶狗血。 让你们狗血淋狗头, 我看你能考多少分。 哈哈哈哈。 人群哗啦四散开, 大家对这边的闹剧指指点点。 大伯和姐姐整个僵住了, 狗血顺着姐姐的发烧躺下来, 染红了他干净的白衬衫。 大娘疯了一般, 扑上去扇我爸耳光。 你这个畜生, 我跟你拼了。 可他哪里会是我爸的对手。 我爸抡起粗壮的手臂, 反手就将大娘打倒在地, 头磕破了。 我爸还不算完, 从后腰解下一个大喇叭喊道, 就是这个小贱货 不要脸出去卖, 一晚上两百。 我睡过, 滋味不错。 他还堕过胎, 就在市里二院做的流产。 一个黑影嗖地闪过。 大伯不知从哪找的砖头 狠狠拍在我爸后脑上, 鲜血呼了他满脸。 我爸像被抽了金的大虾般 尾顿在地, 可大伯已经疯了。 他拽着我爸的头发, 将他脑袋狠狠往地上砸, 鲜血滋滋往外冒。 你敢污蔑我闺女, 我要你的命。 大娘尚算理智, 他拼命拉开大伯, 传雄。 够了, 别闹出人命。 姐姐无助地站在原地, 眼泪冲掉他脸上的狗血。 我一把拉住他, 姐, 你跟我来。 我买了矿泉水, 把他冲洗一遍, 又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他。 他一直在呜呜地哭, 我完了, 我的人生全完了。 你没有完。 姐, 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 你还能参加考试, 你还有机会。 你一定要稳住心态, 千万别被我爸影响了, 他就是个。 我姐扬手给了我一巴掌, 我全身的热血凉了下来, 可我很平静。 我直接扬手, 又抽了自己几巴掌, 那股狠劲儿把姐姐吓呆了。 姐, 要是打我你能出气, 你就打我吧。 如果你气出顺了, 那请你立刻进去参加考试。 我推了我姐一把, 她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学校的大门, 抬腿冲了进去。 我对着她的背影大喊, 一定要加油啊。 大伯将我爸打进医院, 我妈背着弟弟赶来。 一见到我, 我妈上来给我个大耳瓜子, 都是因为你, 你就是个祸害。 我低着头, 沉默着擦掉嘴角的血。 是啊, 我也觉得我是个祸害, 我把大伯一家都连累了。 可就在这时, 大娘站了出来。 有分, 你怎么能这么说月牙? 我不可思议地 抬头看向大娘。 我妈瞥她一眼, 你啥意思? 大娘怒道, 月牙才十几岁, 你们就不让她读书, 让她嫁人, 还让她未婚给人家生孩子, 你们怎么配为人父母? 简直是缺德丧良心。 还有, 二弟在我闺女中考这么重要的日子过来闹事, 当众污蔑, 我闺女清白, 我老公忍不下去, 才动手打人, 他活该, 被打进医院。 你要是想通过这件事额, 我家一笔钱, 我劝你趁早清醒一点。 大不了我们打官司, 看法官怎么判, 咱们就怎么办, 我们家是绝对不会吃哑巴亏的。 早些年我家和大伯家就闹过一场, 我妈知道大伯家不是吃素的, 所以两家关系一直不好, 这么多年都没来往。 我妈被噎得脸红脖子粗, 你们, 你们打人还有理了, 那是她自找的, 就应该把她打死回报社会。 你们, 你们, 我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欺负人了, 欺负我们农村人无依无靠啊。 大伯厌恶得别过头, 大娘冷冷道, 你闹吧, 这里是医院, 很快就有保安来把你插出去。 我妈的哭声戛然而止, 姐姐的中考到底是受到了影响。 她原本排名全校前五十, 可这次排到两百开外, 以她的成绩只能去很普通的高中。 姐姐受了极大的打击, 大娘也不思饮食瘦了一大圈。 大伯沉默不语, 奶奶长须短叹。 大伯一家虽然没对我说重话, 可他们这般消沉的状态 看得我实在心里难受。 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和道歉信, 把我存的钱拿出一半留在信封里,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是重点中学附近有家肯德基, 二十四小时营业。 我在那里打工, 店长看我可怜, 允许我晚上可以在长椅上睡觉。 我就这样熬了半个月, 终于到了开学的日子。 这两个月我攒了些钱, 足够我交学杂费。 这所重点中学允许学生免费住宿, 所以附近十里八村的孩子都往这边考。 一来师资力量雄厚, 二来又能免住宿费, 这是所有贫困孩子的天堂。 我虽然考上这所学校, 但我的成绩在这里是不够看的。 我被安排到平行班, 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位置。 好巧不巧, 我的同桌是校长家的儿子, 一个不学无术也有重点学校上的熊孩子。 开学第一天, 李寻用胳膊肘捅我。 我知道你, 你爸就是在校门口泼狗血骂脏话那沙雕吧。 我握笔的手一顿, 你也算学校的风云人物了, 以后谁敢惹你啊? 惹了你, 不得被你爸淋一脑带狗血啊。 他说话声音不小, 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听见了, 纷纷发出嘲笑声。 我紧抿着唇, 脸色苍白。 放学后, 我回宿舍整理床铺, 设有看我的眼神充满敌意和厌恶。 他们三三两两出门打热水, 去食堂吃饭,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搭话。 我确实感到受伤, 可很快心绪就平静下来, 埋头开始学习。 等室友们回来, 看见我在学习, 他们眼神一变, 赶紧也开始学习。 这所学校里的学生都是眷王, 不进则退的道理大家都懂。 也正因为我卷得厉害, 他们更厌恶我。 而我之所以不吃晚饭, 不是因为我想多做几道大题, 而是我没钱吃晚饭。 三天前, 我妈背着弟弟来找过我。 月牙, 你把钱都给妈妈吧, 你一个学生用不了多少钱, 倒是你弟弟, 他需要吃肉, 他需要长身体。 我看着一百斤的弟弟, 下巴都三层了还吃。 妈, 我没钱。 我妈也懒得装了, 我知道你去打工了, 身上还有钱, 你要是不给我, 我就去找你大娘和奶奶要去。 你别去打扰他们。 不想让我去你就把钱给我。 我感到心累, 妈, 你什么时候能体谅一下我, 哪怕一下下。 我妈愣了一下, 然后大吼, 我们还不够体谅你吗? 你如果老老实实嫁给村长的儿子, 咱家不仅能第一批拆迁, 你还有个好归宿, 你爸也不至于为了找你, 被你大伯打进医院。 说到这时我就来气, 你个不孝女, 有什么脸跟我谈体谅? 我让你上初中, 已经对你很好了。 我手心冒出一层层冷汗, 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 从这一刻起, 我对我妈彻底失望。 好, 给你钱。 我低头掏钱时, 余光中看到了李寻在看我。 李寻时不时欺负我。 课间十分钟休息, 我有时太困, 会补一觉, 他趁机在我头发上捻泡泡糖。 泡泡糖根本洗不掉, 扯不干净, 李寻促暇地看着我笑。 很好玩吗? 好玩啊。 他是校长儿子, 我能把他怎样? 我找到班主任, 要求换座位。 班主任看了眼我的头发, 又看了眼吊儿郎当的李寻。 刘月牙, 不是你想换座位就能换的, 你的成绩只能坐在现在的位置, 你觉得其他同学想跟你换吗? 班主任说完话, 其他同学都别过视线不看我。 李寻玩事不恭地朝我挑挑眉。 我点点头, 回到座位后用美工刀 一把削掉黏着口香糖的头发。 李寻愣了一瞬, 半嗓没说话。 直到看见我眼眶红了, 他才磕磕巴巴, 不是吧大姐, 你不至于哭吧。 我红着眼逼是他, 李寻。 只要我能考入重点班, 我就能脱离你这个垃圾。 你说我是垃圾? 没错, 你是个只有靠着你爸才有学上的垃圾。 你? 我不再看李寻, 而他也气得两天没搭理我。 后来, 我爸出院了, 我妈又来找过我一次。 我没有感情地说, 要不你搜巴, 能搜到钱都给你。 没钱你还上什么学? 打工养你弟弟啊。 我看了眼还不会走路, 需要我妈背来背去的弟弟。 妈, 你就这么喜欢他, 哪怕他不会走路, 在你心里也比我重要是吗? 我妈噎了一下, 你这话说的, 你要是能考上重点班, 我就高看你一眼。 可我好像, 不是那么需要他高看我一眼了。 放学前, 李寻睡醒了。 刘月娅, 你爸你妈是干什么的? 他们为什么总来找你要钱? 我收拾书包的手一停,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有个校长爸爸。 你不提我爸, 咱俩还能做好朋友。 他在我身后喊, 许多同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而我已背上书包走了。 学期末, 我的考试成绩出来。 从入学时的班级48名, 考到了班级15。 班主任看着我的成绩单, 意味深长。 李寻探头探脑, 看着我的成绩单, 在看到我满分的英语试卷时, 下巴差点掉了。 我靠你也太猛了吧? 你是怪物吗? 我挺直了腰板, 居高临下腻他一眼。 他的嘴角拉直, 以老实, 求放过。 我扑斥一声笑了。 刘月娅,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笑起来很好看? 我心里咯噔一声, 手指蜷缩几分。 我很少笑, 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让我笑出来。 李寻, 我收回那句话。 哪句话? 你不是个垃圾。 考试结束后, 我并没回家。 也没有去找大伯。 我对自己更狠了几分, 一天打三份工。 我深知, 我爸我妈不可能给我出一分钱学费, 不仅如此, 他们还可能三不五时地来找我要钱。 就在过年前五天, 我从面包店打完工, 打算去做家教的路上, 我看见我爸搂着一个艳俗的女人 从理发店出来。 一辆公交车驶过, 我爸一抬头, 正好看见我。 我撒腿就跑, 我爸在后面喊, 死丫头, 你别跑。 我哪里能跑得过她? 看见你亲爹跑什么? 我的头皮被她扯得生疼, 放开我。 放开你。 给钱我就放开你。 我看到她身后 搔手弄姿的艳俗女人 正嘲笑地看着我。 笑什么笑? 贱货。 我爸趴得给了我一巴掌, 你他妈说什么呢你? 我指着那女人, 她是谁? 你管得着吗? 你对得起我妈吗? 她拼了命给你生儿子, 背着一百多斤的弟弟走来走去, 任劳任怨地伺候你, 你竟然在外面找女人。 你胆子肥了, 敢教育你老子了。 她撸起袖子就要揍我, 就在这时, 街角传来一道熟悉的吼声。 喂? 你就是刘月牙她爸? 我回头望去, 李寻双手插兜。 吊儿郎当地走出来, 她的头发染成黄毛, 身后还跟着几个红毛, 绿毛, 粉毛。 我爸疑惑地看着她, 你谁呀? 李寻熟练地点燃一根烟叼在嘴角, 胳膊啪哒哒搭在我肩膀上。 我半边身体都僵了。 她呼出一口烟圈, 像个小流氓似的笑道, 你闺女欠我两千块钱, 你是她爸, 那就赶紧还钱。 我爸往后退了一大步, 什么? 她欠你们钱了? 费什么话? 你要是她爸就赶紧还钱, 她说着, 手一挥, 身后几个颜色各异的小弟就要上前。 别别别, 我爸摆摆手, 我不认识她, 我不是她爸, 你们找错人了。 说完, 她拽着那艳俗女人快不走了。 李寻还在演, 喂, 别走啊, 刘月牙要是还不上, 钱我可把她卖了。 我爸已经跑远了, 我闭了闭眼, 压下心里翻涌的情绪, 在睁眼已经恢复了冷静。 我打掉李寻的手臂, 仰头看着她, 傍晚的霓虹灯在她身后一闪一闪。 她告我一头叼着烟, 朝我玩世不恭地笑, 怎么样? 哥的演技是不是很好? 临场发挥的还可以吧? 我的手指钻着裤腿, 眼眶慢慢湿润。 李寻脸色一变, 喂喂喂, 不许哭啊。 我别过头吃笑一声, 把眼底的泪水压下去。 刚才那个人, 是你爸爸。 我低下头, 觉得丢人, 但还是点了点头。 父母没得选择, 哪怕我不想承认, 但这就是事实, 还不如坦荡地承认了。 李寻吐出一口烟, 走吧, 请你吃饭。 不了, 我还要去上家教。 你一节课多少钱啊? 十块。 擦, 一个肯德基儿童套餐都买不了。 你别去了, 你教我吧, 我给你一节课五十。 不得不说, 我心动了一瞬。 但是一想到要伺候李寻这大少爷, 我就打了退堂鼓。 不了, 教你我得死多少脑细胞, 走了。 我朝公交车站走过去, 李寻却追上来, 一把攥住我手腕, 别走, 教我, 一节课一摆。 他身后的各种毛毛说, 美女, 别跟钱过不去啊。 李寻吼了一句, 闭嘴, 转头又看我, 干不干。 我笑了一下, 你兄弟说得对。 第二天, 我按时到了李寻家。 校长没在家, 只有李寻妈妈, 她对我很友好, 很尊重。 我对尊重和友好这样的态度, 格外敏锐。 李寻把他妈打发出去, 好了好了, 别打扰我们学习。 他妈妈笑着揉了揉她的黄毛。 房门关上后, 李寻坐在电脑桌前开机, 行了, 你学习吧, 我要打游戏了。 他刚要登录游戏账号, 我不声不响, 把电源拔了。 你干嘛? 李寻瞪大她无知的双眼看着我。 学习啊? 不是, 你还真教啊? 难道你给我的不是真钱吗? 还有, 下次跟你妈说话, 态度好点。 不是, 刘月牙你还真把自己当老师了是吧? 我已经把卷子铺开, 看着满天的红色叉叉, 嘖嘖嫌弃道, 这道题你就是蒙也不至于蒙错呀, 你的脑袋是装饰品吗? 他咬牙切齿, 杀人猪心拉你。 过年当天, 我仍旧去给李寻上课, 然后告辞去打下一份工。 李寻按住我肩膀, 你准备在哪儿过年? 我面无表情, KTV啊, 李寻嘴一抽, 能不能不干? 我摇头, KTV给的工资高, 我不仅要攒初中学费, 还要为高中学费做准备。 李寻眼里迷散开浓浓的伤感, 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 行, 你去吧。 我按时到了KTV, 换上工作服。 一出门, 看见经理带着一个新来的服务生, 朝我走过来。 月牙, 这是新来的服务生, 你带带他。 我狠狠愣住了, 像磕钉子一般, 被砸在原地动弹不得。 李寻朝我呲个大牙坏笑, 嗨, 同桌。 跨年当天, KTV里客人很多, 包间里传来喊倒数的声音, 十, 九, 八, 梯里啪啦的鞭炮声炸开, 包间里的客人们欢呼拥抱, 互道新年快乐。 我下意识看向李寻, 他忽然把我抱在怀里, 我的心一旋, 忘了呼吸。 新学期开始后, 李寻对我越来越贴, 其他同学都看得出来。 室友终于按捺不住八卦之魂, 第一次主动找我说话。 月牙, 李寻是不是喜欢你啊? 月牙, 你说话吗? 我被他们问得烦了, 怎么可能? 我长得一般家里也没钱, 李寻图我什么呢? 室友们纷纷点头, 对哦, 李寻喜欢你什么呢? 我扯了扯嘴角, 对吧, 李寻完全不可能喜欢我。 学期末面临着分班考试, 李寻也知道这对我很重要, 上课时他安安静静地睡觉, 不打扰我。 每个平行班的前五名都能进重点班。 我为了能进重点班拼了命学习, 李寻都看在眼里。 我有时学得累了, 抬头揉揉脖子, 正对上李寻探究的眼神。 看什么? 李寻支着下巴, 刘月牙,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其实你长得挺好看的。 我眼神躲闪, 拿语文课本打了一下李寻的脑袋, 有病。 然而期末考试成绩下来后, 我人傻了。 我排在班级第六名, 与第五名差了三分。 班主任拿着卷子甩在我桌上, 阴阳怪气道, 刘月牙, 心思还是要多放在学习上, 少放在男女问题上。 我的脸刷得通红, 尽管我没做错任何事, 但被这样讥讽, 还是会感到难堪。 李寻看着班主任皱了皱眉。 当天我把那张试卷丢在桌堂里, 不想再看一眼, 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在大街上晃荡。 不知不觉的, 我走到了以前打工的那家肯德基。 我忽然想起李寻说的那句话, 我一节家教课的钱, 连儿童套餐都买不起。 我迈开步子走进去点了一份儿童套餐, 儿童套餐里有汉堡, 薯条和蛋挞, 还有一个皮卡丘玩具。 给皮卡丘上弦后, 他就会在桌上走来走去, 皮卡, 丘。 我心窝狠狠一痛, 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然而, 学校却重新公布了考试成绩。 我的成绩排在班级第五, 下学期会如愿被安排进重点班。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站在成绩单前一遍遍确认 我有没有看错。 不知什么时候, 校长站在我身边。 你就是刘月牙同学吗? 我一正, 校长好, 我是刘月牙。 他朝我笑笑, 我听李寻说起过你, 你学习很刻苦, 请继续努力。 校长的话像一记强心计, 安稳了我的惶恐不安。 我问道, 校长, 我的成绩原本是进不了重点班的, 怎么会? 李寻回家后再三问我,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他说, 以你的成绩不可能进不了重点班, 他一再要我重查试卷。 耐不住他反我, 我重新查阅了你们班的试卷, 我儿子考得一如既往的烂, 但你的卷子有一道选择题 老师批错了, 而排你前面的同学 有一道选择题错了, 老师却给批对了。 我脑袋翁的一下, 感觉头重脚轻, 有些炫韵。 校长走后许久, 我站在暖融融的阳光里, 眼眶湿润。 新学期开始后, 我得偿所愿进了重点班, 但同桌再不是李寻。 他没来找过我, 我偶尔会在篮球场上 看到他打球的身影。 时间来到初三上半学期, 我的同桌跟随父母搬去了外地, 李寻却考进了重点班, 重新坐到我身边。 他个子长高不少, 依然吊儿锒铛。 坐下后, 他朝我呲牙一笑, 嗨, 同桌。 他爸不肯帮他走后门进重点班, 所以他是凭自己努力考上来的。 他那个令人堪忧的智商是如何考进来的, 我很好奇, 但却来不及多问。 因为, 我妈带着弟弟再次找到我。 这一次, 弟弟学会了战力。 月娅呀, 我知道你肯定有钱, 拿出来请你弟弟吃顿饭吧。 咱们村里没有啃什么鸡壁什么客, 但是室里有。 你弟弟很想吃, 缠着我要了好几次, 你当姐姐的, 大方一点。 我问, 弟弟的腿是怎么好的? 我妈宠溺地揉着弟弟的头发。 这孩子, 你说他多聪明吧? 把我和你爸蒙在鼓里耍得团团转。 他呀, 一开始就装病, 他不是不会走, 而是不想走。 他就想让我们为他吃饭, 伺候他上厕所, 所以一直装不会走。 装了这么多年, 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把我惊得说不出话。 而这样的弟弟在父母眼里, 竟然是聪明孩子。 我妈居然用一种夸奖他的语气指责他。 我的三观彻底崩塌了。 我不好意思带他们去肯德基, 便带去了麦当劳。 我问我妈是怎么发现弟弟会走的? 我妈说, 村里有的人家庭条件好, 带孩子去吃肯德基, 让我弟弟看见了。 我弟瞧着爸妈没在家, 带着胆子走出去, 要抢人家的汉堡。 我妈下地回来正好看见, 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都会走。 而我爸, 我妈对此事的态度是, 太好了, 弟弟是个正常人。 可我觉得, 他们都不是正常人。 我妈又说, 我跑了以后, 村长跟我家翻了脸。 村长家儿子因为我在床上尿了这件事, 留下了心理阴影, 不想念书进城打工了。 我在心中冷笑, 真是个草包。 月牙呀, 虽然你进了重点班, 但妈妈还是希望你别念了。 你瞧你弟如今出息了, 能走路了, 你出去打工, 供你弟弟上学吧。 我打量着弟弟那张大肥脸, 他这个德性就叫出息了。 可笑至极, 他心虚地瞥我一眼, 低头狂啃汉堡。 妈, 你死了这条心吧? 月牙, 你好狠的心啊。 你早晚是要嫁人的, 为什么非要念书? 我懒得跟他讲道理, 讲不通的。 妈, 你有时间来找我要钱, 来道德绑架我, 不如多叮叮我爸爸。 你爸? 他怎么了? 我哼笑一声。 起身走了, 时间来到初三下半学期, 压力很大。 我半夜去厕所抽烟, 将笔尖扎进手背, 都难以缓解我的压力。 偶尔李寻会在我身上 闻到一丝轻微的烟味, 立刻抓起我的手指, 看我两指间有没有痕迹。 可他刚要检查, 就看见我手背上青黑色伤痕, 注意力一下子被转移过去。 你这是怎么弄的? 我糊弄他说是打瞌睡自己戳的。 李寻嘲笑我, 除了学习傻也不会, 生活不能自理。 晚自习过后, 我整理书包时看到 里面放着一罐咖啡粉。 中考前两天, 我为了不被任何人打扰, 尤其是不被家里人找到, 狠下心定了一间酒店住。 虽然花了不少钱, 但我全程无人打扰。 最后一门考试时, 教室里只有 沙沙地答题的声音。 监考老师出去了一趟, 回来时竟站在我旁边, 也不说话, 就那么看着我。 我疑惑地抬起头, 监考老师深吸一口气, 同学, 你跟我出来一下。 学校走廊里, 头下一片阴影。 监考老师告诉我, 我妈抱着我弟, 跳井自杀了。 你要继续答题, 还是现在胶卷回去看你妈? 命运真会开玩笑, 次次在我想要改变人生时, 给我一记闷棍。 我低头看着脚尖, 许久, 我颤生开口, 我要继续答题。 等我考完, 大伯等在校门口。 不等我说什么, 他替我开了车门, 上车吧, 月牙, 大伯带你回家。 三个多月小时的颠簸, 我回到村子里。 有些人家墙上 用红漆写着拆字, 但多数人家墙上 什么都没写, 其中就有我家。 我家门口围了很多人, 不闻哭声, 唯有各种纸质点点。 刘传志可真不是个东西, 竟然和小三一起打他老婆呀。 真惨哪, 有分带着儿子一起自杀, 这得多绝望啊。 摊上这样的男人, 生不如死, 死了干净。 我心尖一颤, 踩碎了一节树枝。 众人回头看向我, 默默给我让出一条路。 我走上前, 看到我爸抱头蹲在地上, 吓得脸儿煞白。 他旁边站着那浓妆艳抹的女人, 头发被扯乱了, 鼻青脸肿, 身上带伤, 但看见我一脸不屑。 我的视线不忍落下, 但却不得不落在我妈身上。 他狼狈地甚至不像个人, 像一具轻面獠牙的鬼魂, 硬生生被人从井里捞出来, 带着一身来自地狱的腐朽之气。 我弟在旁边, 肥乎乎的身体也没了气息。 这不是我爸我妈最爱的宝贝吗? 如此宝贝的儿子, 怎么带着一起自杀了? 这宝贝疙瘩还没为家里传宗接代, 怎么就死了呢? 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就吐了。 我妈和弟弟被草草火花。 刚刚下葬完, 我爸就找我要钱。 我说我没有, 我爸笑着从炕下抽出一根藤条, 上面的道刺上带着血。 你妈已经死了, 我也不瞒你了, 这是我打你妈的藤条。 我手指钻紧了, 你不给我钱, 我就拿这个打你。 你也不要想着报警, 我是你老子, 我打你合情合理, 最多被关个三五天, 放出来后我照样能打你。 他身边的女人掐着腰勒。 我绝望地深吸一口气, 就在我准备放弃抵抗时, 大伯站了出来。 刘传志, 你把月牙户口转到我家, 我给你钱。 我刷得抬眼看去, 不行, 大伯。 他抬手制止我, 目光坚定。 我爸痴笑一声, 大哥, 原来你想要我闺女当你闺女, 你早说嘛, 我就不费那么多话了。 一口价, 五十万。 我爸往地上一坐, 好整以暇地看着大伯。 他笃定大伯不可能为了一个女儿, 花那么多钱。 女儿都是赔钱货, 是用剩骨头就能打发的狗。 可他猜错了, 大伯一口答应了, 好, 五十万。 我爸的表情比吃了屎还精彩, 他觉得要少了。 事实上, 大伯拿不出五十万。 但他人缘好, 口碑好, 借了二十万, 又把他那辆二手红旗车卖了, 东拼西凑地拿了五十万给我爸。 他们两个在律师的见证下, 签了合同, 过了我的户口。 从此, 我的监护人是我大伯, 我的父亲叫刘传雄。 那一天, 我下了人生中最大的狠心, 留在考场答题。 命运回报, 给我一个全校第十五名的好成绩。 我如愿进了重点高中, 因为成绩好, 学校为我申请了助学补助。 高中在省会城市, 所以我依旧选择住校, 只是每个周末, 我都回家与家人团聚。 我再也不用在大年夜睡KFC或者KTV, 我再也没见过李寻。 听说他爸安排他出国了, 那是一个还没有QQ和微信的年代, 分别可能就意味着再也不见。 因为我住校, 我爸怕有事情联系不上, 所以给我买了一部诺基亚。 那时候,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有手机用, 我第一次感受到 来自同学们羡慕的眼光。 高中军训过后, 我收到了李寻发来的短信, 刘月牙。 其实, 我一直不敢跟你说, 我喜欢你。 我看了眼一望无际的天空, 收起我的诺基亚5300。 李寻, 祝你前程似锦, 好风凭借力, 送你上青云。 姐姐因为中考失利, 只去了普通高中, 但她没有放弃努力, 成绩一直全校前三。 高考查成绩那天, 我们全家去网吧上网。 这是我第一次进网吧。 姐姐输入她的准考证号, 刚要查询, 大伯按着狂跳的心脏, 闺女你等等。 你再检查一下准号正号对不对? 全家都神经紧绷。 姐姐谨慎地检查了一遍, 爸, 没错。 大娘说, 行, 查吧。 我们握紧了湿漉漉的拳头。 下一秒, 六五七。 啊, 我大伯发出了吐蕃鼠的声音, 全家欢心鼓舞, 惹得网吧所有人注视。 而我在人群中, 看到一个矮错身影, 不是别人, 竟是村长的儿子李有为。 她与我对视几秒, 眼神阴冷, 然后拿着扫帚离开了。 大伯大娘请了专人帮忙参考去哪所学校好, 报哪个专业好。 为着姐姐, 他们忙得头都秃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 姐姐被重点大学录取, 学了她喜欢的汉语言文学。 三年后, 我一迎来高考, 不出所料的, 我见到了刘传志。 每个对我来说特别关键的日子, 她都会来拖我后腿。 可这一次,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刘传志满头白发, 可见日子不好过。 臭婊子, 长得是越来越俊了。 她满口脏话。 当初我真应该把你迷晕了, 让村长儿子和你把那事办了。 我的房子也能拆迁了, 我的老婆也不会因你而死了, 还有我的宝贝儿子, 她才刚学会走路, 就被你害死了。 多么可笑的逻辑。 我双手插兜, 冷漠道, 谁告诉你我住这里? 是村长的儿子吧? 你怎么知道? 你见过他了? 我又说, 就算我真的和村长家儿子做了那事, 村长也不会给你拆迁的。 你真的从未发现, 村里准备拆迁的人家, 全是村长和村长媳妇的亲戚。 刘传志大脑当机了, 你老婆和儿子, 全是被你害死的。 你老婆是个顶级恋爱, 脑外家无脑圣母, 你带小三上门刺激他, 还打他, 他只是自杀太便宜你们了, 换成是我, 就算要死我也先, 解决你和那个贱活。 还有, 你儿子装了七八年的瘫痪, 祸害不了你这个人魔, 就祸害他那个扶贫式的妈, 这样的逆子, 你还当他是宝贝哥的? 你们的脑子全都是畸形的, 刘传志有点听不懂我的话, 你唧里呱啦说些什么, 甭跟我废话, 把钱给我, 否则, 你别想顺顺当当去高考。 说吧, 他从身后抽出一把短镰刀, 我凭什么给你钱呢? 你现在又不是我爸了。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 他像头疯了的野猪猪, 冲过来, 而我掏出兜里准备好的防狼喷雾, 朝他猛喷, 他被我摆了一道, 又气又恨, 挥舞着镰刀砍向我。 我转头就跑, 按我提前踩好的路线, 流传至双眼红肿, 看不清路, 跑得跌跌撞撞追不上我, 但一直跟在我后面, 直到他被我带到了警察局门口。 警察叔叔, 这个歹徒抢劫, 还要砍死我。 刘传至一边搓眼睛, 一边感到不对劲, 他看了眼警察局大门, 扭头就跑。 站住, 警察已经追了上去。 我勾唇一笑, 眼巴巴看着流传至 被带进警察局。 做笔录时, 我把他这些年干过的事 全说了个遍。 除此之外, 或许还有很多 违法乱纪的行为。 警察叔叔, 请你们好好查查这个人。 走出警察局, 一片阳光照在我身上, 乌云渐渐散去, 像是躲着那炙热的光亮。 终究是邪不压正。 我看到警察局门口 躲着个畏畏缩缩的人, 正是村长儿子。 喂? 李有为? 他心虚地惨叫一声, 掉头就跑。 我站在他身后喊, 你还没成年, 迷途之凡改邪归正还不晚。 高高兴兴地进了考场, 神清气爽地出了考场。 我感觉人生从未如此畅快过。 出成绩那天, 我们已经不用去网吧了。 因为我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爸特意给我买了台电脑。 依然是输入准考正号, 我爸捂着心脏焦急道, 闺女你等等。 准号正号没错吧? 全家人哈哈大笑。 我趁机按了回车键, 下一秒, 六百九十八。 啊, 我爸直接跳了起来, 大娘喜极而泣, 奶奶满脸的笑闻。 我姐激动坏了, 我去。 这么高的分数, 月牙你太厉害了。 为了庆祝, 我爸决定大办一场升学宴。 那些考四百来分的人家 都好意思办升学宴。 我两个姑娘都考六百多分, 办两回也很合情合理嘛。 全家人乐不可知, 我的诺基亚在桌面震动两声。 三年来没有消息的李寻 发来了短信, 考得怎么样? 我回复他, 六百九十八。 李寻, 不愧是我同桌呀。 我想问他何时回国。 可想来想去把打上的字又删掉了。 他与我相隔天涯, 也许人家已经移民, 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何必多嘴? 他是我阴暗的青春期里 一抹惊艳的色彩, 永久珍藏就好, 没必要非要有什么结果。 这时, 姐姐问我, 月牙, 要不要去看看你妈和你弟? 把好消息告诉他们。 我果断地摇了摇头, 不了, 想必我妈在下面挺幸福的, 毕竟她最在意的是弟弟。 有弟弟在下面陪她, 她不需要我去看她。 大学毕业后, 我和师兄师姐合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那时候真是互联网创业好时机。 两位马姓大佬朱玉在前, 投资者都很看好互联网行业。 我们很快拉到第一笔投资, 五百万。 在那个年代, 五百万还是一笔巨款。 师兄师姐安排了一场宴席, 我见到了投资人和他带来的代言人。 投资人说, 接受他的投资有个条件, 就是让他身边的明星 当我们公司的代言人。 我看着那个戴墨镜的男明星, 心中暗暗疑惑, 这个明星怎么有点眼熟。 投资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那拽拽地酷酷的男明星摘下墨镜, 我石化在原地。 大家好, 我叫李寻。 嗨, 同桌。 好久不见, 所有人的视线 齐刷刷落在我身上。 我这人, 自认为脸皮已经磨练得很厚了, 但还是猝不及防地红了脸。 李寻在国外出道, 小有名气, 出过一张专辑, 可惜我没听过。 他说, 他在玩一种很酷很新潮的音乐, 叫嗨。 好吧, 原谅我真的没听过。 没听过没关系, 原唱就在这里。 李寻居然在宴席上唱起了, 而投资人显然非常喜欢这一套, 随着节奏跟着喊, 悠悠。 好颠, 我一脸尴尬猛逼。 李寻还是那么设牛, 不, 他是社交汉匪。 而我还是那么设恐。 整个晚宴, 只有在讲到技术支持的部分, 我能滔滔不绝, 其他部分, 我几乎三尖其口。 散戏后, 李寻要送我回家, 我坐在他黑金色的麦巴赫里, 感觉很不真实。 我们聊了没几句, 李寻就主动上前稳住了我。 一如济然的直球, 就像那个跨年夜, 李寻也是如此直接地抱住我。 我没有拒绝他的吻, 因为我已经天旋地转。 李寻一边咬着我的唇, 一边问我这几年身边有没有男人。 我含糊着说, 连条公狗都没有。 当晚, 李寻把我压在他总统套房的大床上。 黑暗中, 他禁锢着我, 像是要与我融为一体。 我断断续续地问道, 会不会? 呃, 太快了。 李寻捧起我的脸, 宝贝, 我已经忍了七年, 你忍心让我再等下去吗? 我心想,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一赏贪荒没什么吧。 然后, 他抱住我送我入了云霄。 后来后来, 2018年的地震, 震惊了全国。 我妈的坟虽然不在镇中心, 但还是被波及到, 坟塌了。 我请假回家, 想给我妈重修坟墓, 李寻陪着我。 在一片狼藉中, 我寻找了三个多小时, 才找到了刻着我妈名字的墓碑。 旁边一行小字, 是弟弟的名字。 我蹲下来, 扫清上面的泥土。 妈, 我来看你。 李寻问我, 要不要把阿姨迁到公墓去? 我给你找好地方。 不用了。 等流传致死了, 也会葬在这里。 我妈生前爱惨了她, 哪舍得迁走呢? 我心里还是怨恨她们的。 她们几乎毁了我的一生。 如果不是大伯改了我的户口, 对我有再造之恩。 如果不是我一次次 就自己于水火之中, 如果不是李寻看上去 完事不公实则, 心地善良保护我, 我的人生当真是一场灾难。 流传致是罪魁祸首, 而我妈则是为虎作娼。 既然在我妈眼里, 我爸和我弟做什么都是对的, 那我也没必要 多此一举给他签坟, 没准他在底下 还会怨我多管闲事。 死丫头, 你还有脸来? 多年没听到这声音, 乍一听仍觉得刺耳。 流传致一瘸一拐走上来, 路边的路虎是你的车, 看来你发达了。 你身边这个人, 流传致咪灼眼想了想, 大吃一惊, 你不是当年讨债那小子吗? 你怎么跟我女儿? 闭嘴。 我站起来, 我早就不是你女儿, 我一直都不是你女儿。 我爸叫流传雄, 退休后我给他买了套花园洋房, 买了辆二十万的代步车, 此刻正坐着高铁 去全国旅游的路上。 而你呢? 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流传致说出来让我听听。 流传致被我气得直哆嗦, 面容狼狈, 如丧家之犬。 关于他的消息, 我从没主动打听过。 听说我在外省创业, 开办互联网公司, 接触的都是上层人士, 以前瞧不起我的某些同学 就想巴结我。 他们时不时跟我透露 流传致苦难的后半生, 以此取悦我。 听说流传致被关进警局后, 警察对他进行一番调查。 二十几年前, 流传致曾将一名孕妇 推下山坡, 导致那孕妇流产。 流产后, 那孕妇大受打击, 神经出了问题, 被关进精神病院。 他的家人嫌弃他未婚先孕, 多年不曾去精神病院看他。 而流传致威胁那孕妇的父母, 如果敢告发他, 他就要满世界宣扬那孕妇 未婚先孕。 在那个年代, 女人未婚先孕是非常被人不齿的事情, 整个家族都会被人戳着几量骨骂。 所以流传致干的恶事就这么被掩埋了。 那个女人是流传致和我妈结婚后第二年认识的。 流传致用甜言蜜语哄得那女人团团转, 未婚先孕也心甘情愿。 可流传致迟迟没有离婚, 那女人有些急了, 就想到我家逼宫。 闹了几次后, 流传致烦了, 就想把她弄死。 警察调查这件事的时候, 有人出面作证, 告发了流传致, 流传致这才被关了七年。 告发她的不是别人, 正是流传致后找的那个妖艳小三。 那女人跟流传致一起回家, 想逼我妈离婚, 因为流传致告诉她, 家里的房子一定会拆迁, 到时候拆迁款全给她。 可后来她才发现, 流传致不仅没钱, 还欠了三十万外债。 第一批拆迁户的补偿款已经下来了, 村长很明确地告诉她, 第一批里没有流传致, 第二批也不会有, 愿意等就等着吧。 那女人气急败坏, 把流传致给告发了。 进监狱前, 流传致还好好的, 出来人就瘸了。 我见流传致一副要气风的样子, 拽着李循就走。 流传致在我身后喘着粗气, 那那道, 花园洋房, 二十万的车, 全国旅游, 这本该是我的, 本该是我的。 流传致操起地上的砖块, 朝我拍过来, 我就知道他要行凶, 拽着李循就跑。 不是我们打不过年老体摔的流传致, 以李循的伸手, 吊打流传致, 不在话下。 可这附近没有监控, 真出了什么事说不清楚, 反惹一身骚, 我没必要逞一时之气。 上了车, 路虎车将一瘸一拐的流传致甩得老远。 我打开车窗, 看见后视镜里的流传致哭喊道, 那些东西明明是属于我的。 刘月娅你明明是我女儿, 偏偏孝敬别人, 你不是个东西。 我在心中冷笑, 我当然不是个东西。 我是你这个老畜生生的, 自然也是个小畜生。 我说过的, 报应会藏在岁月里, 在你猝不及防时突然杀出来, 当凶一刀。 后来, 刘传致真的被人捅了, 心脏死了。 他以前得罪的人太多, 不知是拿伙人干的。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婚纱店时婚纱。 李循为我把长发挽起, 看着镜子里的我, 稳住我的耳珠。 老婆, 你真漂亮。 我转过身, 环抱李循, 你爱我吗? 多傻的问题。 李循点头, 我爱你, 爱你一辈子。 我不信, 我会用一生证明。 我仍旧不相信爱情, 虽然结了婚, 但我有随时都能撤离的底气和资本。 后来, 我的公司做得很大, 有记者采访, 我试问我, 你认为女人做哪些事情是正确的? 结婚生子还是执着事业? 我回答他, 结婚生子也好, 执着事业也好, 重要的是选择权和主导权握在自己手里。 以后不要问我女人做什么是正确的, 只要不被欺负就是正确的。